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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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与中原打了上千年 迎来短暂的荒名 西伯侯姬昌姬姬姬姬市从隆东高原上走下来部落 他们的死敌史犬龙 姬昌的父亲姬利 因在讨伐荣敌时功高盖主 伤亡帝乙的父亲伤亡文丁囚禁而死 那一年是公元前1100年 伤亡文丁临死前 对姬利家齐功而后杀之 为伤亡帝乙消除隐患 姬昌为媳妇报仇 与次起兵东新 伤亡帝乙为避免东西两线开战 将妹妹嫁给姬昌 这才暂时缓解西面的军事压力 四大方伯之中 东、西、南三方 都需要进一步改善关系 尤其是东伯侯和西伯侯 实力都很强劲 经过伤亡帝乙晚年修复关系 四大方伯统领天下诸侯八百个 每年一进宫 三年一大朝 伤亡坐享太平 万民乐业 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四宜拱手 八方宾服 不久之后 商王帝已去世 太子受即位 是位商周王 各方诸侯案 刘永宗 尤其是东西方伯都立兵莫马 山羽欲来风满楼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宇我思认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